有出現紅點嗎? 有,還是 我們今天講 Neo Network Denied的第九章 第九章基本上 接續第八章的 第八章那個 Performance Index的內容 這張主要是在講 整個這個 所謂的Performance Index 我要怎麼優化 那Performance Index對應到現在的 Term 現在的語言來講 其實就是 對應到Loss Function 或是Cost Function 所以我們在算 最常用的兩種approach 一個就是做Min2 Error 一個是做Cost Entry 這大概是Cost Function裡面 兩個最常用的方法 這張的 基本上整個主軸 沿著這三個 演算法 一個叫 Steep Steepist Descent 第二個叫 Newton's Master 第三個叫 Conjugate Gradient 這三個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演算法 Steepist Descent 其實就是現在的 Great Descent的祖先 Great Descent 跟後來所謂的 Score Casting Great Descent SGD 跟這個 Steepist Descent 有什麼關聯呢? 那這裡介紹的 基本上都是用這個 多元的方程式來當範例 實際的應用率 在神經網路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高維 很複雜的解方程組的近視鏡 那這裡面的 Great Descent 這個gradient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我現在的這個 所謂的 Performance Index 就是在算Loss Function 所以這裡的規定 對應到我們的Web做規定 就Loss Function 對Web做規定 這就是所謂的 Great Descent 那我每一次送 是一個Batch 一個Batch送 比如說Batch Size 12乘64 一次64筆之類 這樣一個Batch 這就是所謂的 Stochastic Great Descent 也是一個Batch送 這是所謂的SGD 那這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所謂從這邊的 Steep Descent 它是一種 比較簡單的一個 類線性的一個運算 那它是透過 泰勒展開式 那這三個運算法 基本上都是基於 泰勒展開式的一個近視的解 看 Stochastic Descent 是用一階的 泰勒展開式的趨勁 Mutons 跟 conjugate gradient 是用二階 主要差別在這裡 那我們先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之前 我們先複習一下第八章的這個 泰勒極速展開式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函數 Fx 用這個 1階 2階 3階 然後一直到 無限多階的微分 整個的一個逼近的頸 沿著這個 s dot 這個 這個 point 去算它的這個 不同階的微分 那這是它的 向量形式 就是你同時 剛剛只有一個 變數 那現在你有s1到sm的變數 那這樣子寫很複雜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矩陣的方式 來表示 左邊是 就是 一階的 對於 每一個不同的變數 取一階微分 那如果這變成一個矩陣 我們就叫 Yacobian matrix 左邊這部分 這是一個 一階的向量 那如果是 二階的矩陣的話 比如說位置 那就是每一層每一層 那就會變成 二階的一個矩陣 那這種 一階微分的二微矩陣 我們叫 Yacobian J-O-C-O-B-I-A-N Yacobian matrix 那二階的 微分矩陣 我們叫Hation 二思矩陣 這是第八章 稍微複習一下 那 接下來 我們介紹第一個演算法 Stippiest algorithm 這裡先介紹 一些基本的 數學符號概念 那 我們的目標 是要求 下一個點的 function 比前一個點還要小 那兩個點的誤差 我叫delta s 就是 後一個點 減掉前一個點的誤差 這是原本的 開始的點 然後這是下一個點 那 由前一個點指向下一個點的 這一個向量 我們以個代號p 這個叫search direction vector 那它的 這個alpha呢 就相對於 假設這個p 是一個單位向量來講 alpha可以看成是 這個距離的一個體力 因為p是沒有長度的嘛 一般我們稱為learning rate 用現在語言來講 那其實你用 數學的觀點 它就是 這兩個點之間的 p的單位向量 它的距離的比例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如果來定義一個 叫steep piece to descent 就像剛剛講的 我要求的下一個 方選 下一個點 它的方選的值 比前一個要小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 找到一個點 最好的狀態就是gobo密碼 那次好的解就是gobo密碼 那我們用一階的近似來講 我們取 剛剛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一階就是取到這裡 f start 然後一階的微分 這是一階的近似解 gobo密碼 基本上就是在取 一階的一個近似解 那下一個點 我的求到 這張是用 performance index 那其實對應到現在 我們在地步跟您講的 就是那個loss function 這個下一個點 就等於原本的點 然後加上delta sk 剛剛講delta sk 就是後一個點 減掉前一個點 就是delta sk 這一個點 我可以沿著 f sk 展開一階的 太熱展開式的近似 那這個 這個 g的transform k 就是對fs的一階的微分 然後 後面不是有一個 x-s大嗎 這個 x-s大 那剛剛講 前面這個是 x-k x-e 這個是s-k 所以就等於k x-s 這樣可以理解 這邊沒有辦法理解 無所謂 所以數學推導不重要 主要是它的精神 那我的目標是 就是要讓 這一個 小於 前一個 只帶出來的 f function 的求解 要變得更小 所以 這兩個裡面 那 剛剛有提到 這個 delta sk 就等於alpha k pk 前面這個 delta sk alpha k pk 我要讓 這個值 比原來的 更小 那 表示 這一個 這一項一定是負的 因為 f sk 加1 要小於f sk 那這邊 它近似於f k 所以 這一定要 減掉一個負的 這個值才會變小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值是負的 那就等於這一項 alpha gpk 它是負的 它是負的 因為我們 alpha一般 在定義上 我們都是取正值 所以這 等於說 gk pk 兩個相成 要小一點 這兩個都是像樣 當它 最小的時候 會是什麼情形 兩個相反的時候 還是最小 所以 我們得到 pk 等於 fgk 就得到我們現代的 stochastic descent的公式 這邊 用s來表示 那 以真金黃路來講 就是用w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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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一個 等於說 新的wait 等於舊的wait 減掉 alpha learning rate 然後做規定 那這邊規定 用現在的 語言來看 就是 ros function 對wait 做違分 這一個公式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實際舉一個例子 這邊用一個 二元二字方程式求解 帶 我們先一個假想詞 這個 第一次疊代 s1 跟s2 我們都用0.5 一次 learning rate 我們用0.1 那我們 這個 一階為分 這個很簡單 就等於 2s1 加2s 加1 這個 這個是 大一的 簡單的微奇分 得到 一階為分 它的兩個 方程式會這樣子 那把0.5 帶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第一次疊代 鬼點的數值 然後 以一詞類類 剛剛是第0次 然後第一次 第二次 然後一直一直 疊代過來 那最後我們會看到 如果我的那個 learning rate 是固定的話 它會沿著這條線 你可以看到 鬼點 基本上是 正交於我的這個 contour 那 剛剛有學到 我的那個 色取的方向 會是 鬼點的反向 有沒有 那因為 我的那個 鬼點是 向著這個 contour的垂直面 那 它是向著這個方向 所以我的色取的方向 是反過來 向這個方向 那 因為我的 learning rate 是固定的 所以它會 逐步逐步的一直向著 最後 它會 收斂到這裡 那我在這禮拜 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我秀給大家來看 那這個是 用那個 PiTorch 這個 deep learning 套件寫成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花一點時間解釋一下 那這一行就是這個方程式 剛剛看到的那個二元二次方程式 那這一個就在算那個 Steve Dixon 就 gradient乘上 那個 任命 rate 然後 舊的 剪掉 gradient乘上任命 rate 就等於新的 這 也很簡單 那這個是 特有的那個 在PiTorch裡面去算 一階為分 這個gradient的寫法 這個 如果你 沒有接觸過PiTorch 這邊不知道 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 這只是 在算 鬼點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那我跑一下 來 這邊 邊邊有點看不到 拉出來 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們的值0.5、0.5 然後經過一次疊代之後 S1 就剛剛我們在頭影片裡面 就 S1 S2 就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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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然後你看到 它的那個 這邊的這個 Y 就是書裡面講的所謂的 Performance Index 一開始 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然後降到 大概跑了 100 過 x x 很 很 0 3 4 3 3 大概到 過 過 大概126次 第126的 其實第127啊 因為他從S0 開始算 第126次的迭代 他就得到他的GopoMe-1-0.5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規定還沒有去近零 還一直往下降 先生,我想請問這臉具需要額外Normalize嗎? 什麼東西? 你的Gradient需要額外Normalize嗎? 沒有,沒有做這些動作 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二元二次方能式而已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做那麼多額外的處理 他在這個例子講 基本上就是用一次方能式來取近二次方能式 就Local 一直不斷的用一次方能式來取近最低的極值的方式 待會我們會講牛頓法 牛頓法你就直接用二次 二次的趨近去披近一個二次的方能式 一下一次就到了 那你如果把這個值再調大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梯度會比如說設成300 跑一次給你看 它其實早就算出來了 可是它的那個 這邊Gradient還是一直在算 這個G就是Gradient 第299次貼彈 它越來越小 但是它還不是為0 所以這代表什麼? 用Speed to Descent 非常非常慢 當然這跟你的Lending Rate有關係 待會我們會提到Lending Rate的大小 也是有決定性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下 跟Lending Rate有關的東西 那剛剛同樣的這個方能式 我也可以用 這比較像這個 矩陣的表示方式 那這個是一個用 比較類似像矩陣的寫法 來表示二次方能式 那A就是這邊是一個 Part of the Hessian Matrix 那對它做微分 我們會得到下面這個形式 待會我們就會用到 剛剛同一個方能式 然後用這個表示 來求解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這邊是在導出說 這個其實可以用它的 IgonValue跟IgonVector來表示 那如果你有讀第五章 或是你的那個線性代數 唸得還還OK的話 你應該知道 一個那個 這叫Diaminal Matrix 那叫中文忘了怎麼翻 對角矩陣 基本上 它的那個對角 就是它的IgonValue 那這裡面可以導出這樣一個公式 Alpha的值要小於 最大的IgonValue分之二 那這邊公式怎麼導了 我們就不琢磨了 有興趣的人私下 自己再去把這個導出來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我們設的Learning Rate 絕對 絕對不能大於這個值 這是最大的值 它還有實際出這樣的例子 在這個 剛剛的那個方能式裡面呢 它的這個Alpha算出來 不能大於0.38 所以我用0.37 它是會收斂到最厚的 這個Google Me 但是我如果只大一點點 即使 這邊用0.39 用0.381 也是一樣 它就會發散 永遠不會收斂 這是 為什麼我們在實際在應用的時候 我再設那個Learning Rate 會幾個EPOC之後 我會把Learning Rate縮小 那為什麼一開始不能設那麼大 就是跟這邊是有相關性 第一個 你Learning Rate設的越大 它會越快收斂 但是你Learning Rate設的過大 要嘛它就發散 要嘛就震大 會有這種現象 那如果我們現在 不用剛剛的方法 我們Learning Rate是固定的 那如果我的整體 是對著這個Learning Rate 去變化的話 那它的圖 它的學習的 Learning的圖形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把原本的這個方選 去對Learning Rate做微分 那這微分有用到那個圈入 所以它圈入了之後 這個對α微分 就等於這個 先對Sk加αPk微分 然後Sk加αPk再對αK微分 這是圈入了 聊嗎 可能因為擺板在那裡 我沒辦法寫 就 這一個函數是Sk加αKpk的函數 所以我先對 我現在畫框框的這一個 我把這當作Z F裡面刮起來就當作Z FZ對DZ做微分 然後DZ對Dα做微分 所以你會看到 後面多了這個Pk項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DZ就等於Sk加αPk 對α做微分 這就沒有了 那這一項就等於Pk 就是看到後面這一項 那前面的對DV微分 就會得到 因為這是一個 那個 原本的那一項 就剛剛那個 泰爾展開式的一階 就是對F'那一點 對微分 然後這是一階微分 再微分一次 就二次微分 所以這個結果 那我希望它等於0 那在這情況下面 我就會得到 這樣一個公式 那因為這一項 就等於Gk 然後這個就等於 這個HM matrix 所以我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解α的公式 所以有沒有問題 如果不懂 這數學怎麼推倒人 就剛剛講的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這一行的數學公式 這是幫助我們 如何去找 這個serve 學習 得到這個lending rate 那如果 我要實際上要怎麼學呢 舉剛剛同樣的實際的例子 這個方程式 就是剛剛那個方程式 用矩正的表示方式 我們回到剛剛前面的例子 來幫助大家 這個方程式 然後這是它的 球一階 它的倒數的方程式 就等於現在 同樣這個例子 你看到它一階的倒數是一樣的 OK 那回到剛剛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要求第一個 那個search direction 所以它等於第一個 疊代p度的反方向 所以我一開始一樣是0.0.5 帶進原方程式 我會選出來-3-3 那這時候 我就可以用剛剛的公式 因為我有gk 我有pk 然後hmatrix 二階的微分位 可以求解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求到 第一次疊代alpha 然後我再回過頭 用剛剛的 那個speed descent的共識 就是新的s等於舊的s 減掉learning rate 乘上舊的t度的值 那實際去算 我們可以看到 它每一次都會跟前一次正交 這是數學上叫正交 用平凡的講法就是垂直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search的方向 是跟那個t度的方向是反方向 所以b4的t度是指向這裡 所以我是改指向這裡 那下一次 因為我是要沿著的那個 這個t度的反方向 所以下一次會跟前一次 剛剛好正交 那我們由這個公式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的數學上面 剛剛的是用那個 sk去做圈入 那我們現在用sk加1 來做圈入 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公式 那你可以看到 當這兩個 要讓它等於0的時候 那這兩個會正交 可以問一個問題 那在這個情況下 阿凡會越來越小嗎? 呃... 不快選 我這邊沒有顯程式 所以我實際上沒有實際去測試 理論上 從這邊看起來 不一定 應該是 似乎不一定 如果這樣圖片的話 這個方向的走路 再跟你拉開一點的話 似乎就... 阿凡會越來越小 就是往10點鐘那個方向 會變短 因為這邊... 這邊其實... 呃... 拉法可以 如果看作它的這個長度來講 其實是變小 對... 因為它有幾度 好 因為... 大家有講到嘛 這個...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那... p如果代表單位向量 拉法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倍數 所以它實際上是... 理論上是應該要越來越小 因為... 這個拉法值 其實... 當你越來越接近 那個原點的時候 它每個降格都不會太大 不然它就會... 很容易就... 就像剛剛的情況下面 你會看到 它... 它其實會很大的震盪 比如說 我們用現在的方式 呃... 這張沒有講 好像是在第... 十一張還是十二張 介紹到那個... Deep Lending 這個SGD裡面 改良的一個演算法 叫momentum 我們可以看到 momentum 在... 某些值射進去 它其實... 可以看到它會... 有局部的震盪 那不同呢 這個... 基於... 這個Great descent的一些... Huristic algorithm呢 有些就會... 收斂的很好 有些就... 在射的不好的狀況下 它就會... 好...震盪 剛剛有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介紹的就是... 現代的SGD的舊版本 那現在其實有一些... 呃... 改良的演算法來... 進入這個... Speed is Great 那在這本書的後面幾張... 一序也會提到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階太二展開式披進... 那我們接下來講... 用二階的... 的太二展開式來披進... 同一個函數 所以看起來... 雖然... 我們延正過去找那個... 阿法那個... 雖然它是... 用一次的... 可是它的... 阿法需要二次來算 所以算量... 也是不小的... 就是慢... 相對於就是... 它收斂的速度就會慢... 但是它的運算很簡單... 就是... 它相對的計算... 來講是比較簡單... 我猜有可能... 這是... 一個主因... 現在主流的... 這個... 包含這些Library... 幾乎都有... 這個... 就是一階的... 派二的筆記... 還是二階的... 包含Mutons... Mutons... 待會我們會提到... 它的問題在哪裡... 那... 即使... 這個... 結合兩者... 的... 一些... 優缺點... 的所謂... 這個... 控制給Gradient... 目前... 主流也很少在用... 那我猜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它的計算比較... 反覆一點... 這是我個人的推論...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來介紹... 第二個... 二階... 二階... 逼近的演算法... 叫... Nutons... 那... 為什麼... 為什麼它是二階呢... 就像剛剛... 呃... 開頭講的... 齁... 一個... 太太展覽是... 如果我取... 對著這個... 這邊的這個... SK... 就是那個... SSTAR... 對SSTAR... 展開... 那我取... 一階... 跟它的二階... 那後面的... 二階以上... 通通就丟掉了... 我取這個... 二階... 畢竟... 原本的函數呢... 那... 這時候... 我會得到... 下面這個公式... GK加A... Delta... SK... 就... 後面這一項... 因為... 這項等於0... 後面這一項... 對... Delta...SK... 過了一分... 就會等於這個... 我希望它等於0... 那...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會... 得到... 下面這個公式... 為什麼要等於... 等於0... 知道吧... 我們... 上一個月... 有講到... 我的... interplication... 為什麼要取... 一個等於0... 微分等於0的點... 你如果取... 等於0... 當作一個... 參考點... 我會這樣整個... 運算... 我猜個基準點... 這在數學上... 是比較好計算的... 那... 如果一個... 比如說... 我常用講... Y等X平方... 這個... 二次函數... 那... 它的最低點... 就是... 0... 0... 0... 這個原點... 它的... 一接為分... 就是0... 所以... 有這個地方... 我去找... 它的最低點... 當基準... 我最容易找到一個... 逼近的基... 不然你找其他一點... 那個數學... 你還要經過代換什麼的... 這不容易... 運算... 所以... 你會看到... 這些... 演算法的精神... 都是基於... 一接為分... 等於0... 去找... 等於0... 這個... 切線方向的... 這個點... 為基準... 所以... 由... 這個... deltaSk... 等於... 負... 8k... 的... inverse... 乘上7k... 這就是... HM matrix... 的... inverse... 就是它的... 反矩正... 所以... 我就可以得到... 這個... Nuton-Messer... 它的公式... 下一個... 新的Sk... 等於原本Sk... 減掉... HM matrix... 的... inverse... 成長它的... 歸點... 那... 到這裡... 你有看出... 這個... Nuton-Messer... 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 你有實際在... 用過... 線印代速球... 反矩正... 你會知道... 這個... 反矩正... 其實... 這個... 計算... 比較繁複一點... 那... 我們用剛剛... 一模一樣的例子... 來求... 同樣的... 那... 這是一個... 二遠二次方案式... 那... Nuton-Messer... 基本上... 也是一個... 二次的逼近...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相對於... 剛剛... 這個... 一次就解出來了... 剛剛... 花了... 大概... 有... 一百二十幾次... 跌代... 才求出幾... 你可以看到... 它一次跌代... 因為... 這個是... 二次函數... 所以... 用... 二次逼近... 才可以... 一次就跌代... 如果... 這是... 四次... 五次... 基本上... 就不會這麼快... 那... 同樣的例子... 我也... 寫了一個程式... 那... 剛剛... 跑的是... PyTorch... 範例... 那... 這個是... Nuton... 範例... 那... 這跟剛剛... 寫法... 有些不一樣... 那... 這一個... 是用... PyTorch... 1.4... 以前的... 版本的寫法... 那... 這是比較像... 1.0的寫法... 兩... 兩者... 有不一樣... 那... 那... 我有... 放到... Google Drive... 如果... 你有興趣... 看一下... 欸... 這... 這... 0.4... 跟1.0... PyTorch... 0.4... 跟1.0... 它有... 很大的... 一些... 變化... 它有... 比如說... 那個... Variable... 基本上... 它是可以... 全部丟掉... 基本上... 我開始... PyTorch... 一開始... 那... 它到... 1.0... 基本上... 這邊... 我還是有用啦... 不過... 只... 只用來... 這邊... 把它放進來... 後面... 其實在做Grading... 直接... 都是用... 那個... 直接來算... 那... 這兩個... 層次... 除了寫法... 跟... 這個... 方權... 就不一樣... 那... 因為... 寫法不一樣... 所以... 好... 小意... 那我們來... 跑一下... 你可以看到... 跟... 剛剛的... 翻譯一樣... 我這邊... 故意... 跑... 兩次... 可是... 你可以看到... 它一次... 就寫出來了... 而且... 你可以看到... 它... 歸點... 是0... 真正的... 得到... 這... 它不是靜... 是解... 它是真正的... 得到它的那個... 真正的... 解... 那... 它可以... 這麼快... 畢竟... 因為... 它用... 二次函數... 去遞進... 二次函數... 所以... 當然... 很快... 到... 遲...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 看起來... Nuton-Messer... 好像... 很美好... 你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的圖... 用畫出來... 就是這樣子... 那... 看起來很好... 剛剛我們講... 二次... 那我們現在用... 四次函數... 當例子... 以... 不同的... 初始值... 對應到... 我們現代的... Deep Learning... 就是... 不同的... 同樣的... 這個情況... 那... 這個方程式... 由... 這裡提出了... 三個... 解... 第一個是... Loco Mini... 就是... 這邊... 堆到這邊的區域... 然後... 第二個是... 暗點... 就是... 這邊的區域... 那... 第三個是... Go Mini... 就是... 整個方程式... 最... 最低級... 就是... 這邊的... 那... 左半邊... 是... 真正的... 它的... 這個... Countour 圖... 右邊... 是... 泰勒... 二次展開... 是... 它的... 函數的圖... 對應來看... 那...如果... 我的... 這個... 黑... 藍色的... 十星點... 代表... Initial... 隱密的... 初值... 這邊的... S1... 然後... 我們來看... 不同的... 初值... 得到了... 完全... 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 它的... 初值... 從這邊... 那... 它最後... 會得到... 在... 這個情況下... 它會得到... Local... 密碼... 附近... 那... 如果... 我的... 初值... 設在這裡... 它會得到... 這個... 尺度... 會... 會... 跑到... 暗點裡面去... 跑不出來... 那... 第三個... 如果... 我... 我的... 這個... NUTON... 這個... B... 浸結... 我在暗點... 實際上... 它是... 跑到... 這一個... Local... 密碼的位置... 可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 initial... 這一個... 並不是... 比較近... 就會比較好... 可以看到... 這一個... 其實... 離... 這個... Local... 密碼... 比較遠... 可是... 這一個... 跑到... 真正的... Local... 所以... 這是... NUTON... MASA...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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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個行為... 是... 這也是... 它的優點... 跟它的缺點... 它的優點... 就... 剛剛看到了... 它可以... 二次... 收斂... 它... 如果它可以收斂的話... 它... 比... Steepist... Excent... 甚至是... 現在的... 要快非常多... 如果它可以收斂的話... 但是... 如果... 它沒有辦法收斂... 它可能會跑到... Circle Point... 震盪... 或是... 整個是... 發散... 那... 你要實際看... 方程式的例子... 因為... 那個... 覺得... 再加投影片... 有點麻煩... 所以... 如果你想要知道... 那個... 它如果... 在什麼情況下... 它會震盪... 什麼情況下... 它會發散... 就... Google... NUTON... MASA... 或是... Diverge... 你可以找到... 對應的方程式... 可以用... 那個... 我剛剛... 提供的兩個... 翻譯程式... 把它帶進去... 把方程式改一下... 然後... 初值改一下... 就可以看到... 它的發散... 跟... 震盪的行為... 那... 第二個缺點... 就是說... 它需要計算... 二次... 的微分... 所以... 它要... 相對的... 它要一個... 比較複雜... 比較大的... 儲存空間... 特別是要... 算... HM Matrix... 跟它的... Inverse... 如果... 印象沒錯... 我... 記得... 好像... 並不是所有的... 矩陣... 都一定有... 它的...Inverse... Matrix... 對吧... 這是... NUTON... MASA... 那... 後來... NUTON...MASA... 有一些... 像... 第十二章... 有... 針對... NUTON... 這一項的... 去... 針對... 這一項的... 去...B... 也有... 針對... 第二項的... 去... 降低... 它的... 計算量... 接下來... 我們要介紹... Conjugate EM... 其實就是... 第一種... 跟第二種... 方法... 兩個... 一個... 綜合的... 版本... 那... 我們先... 介紹... 我們叫... conjugate Vector... 共二項量... 那... 這個方程式... 就剛剛講的... 它的... 這個... 舉證的表示方式... 一個... 向量的集合... 如果它們... 彼此是共二的... 它要滿足... 這個...方程式... 那... 這是... 兩個不同的... 這個... 然後... 這是... 方程式... 它的... 這個... 所謂的... 鎮定... 赫斯... 舉證... 中文有點... 老口... Party Definite... Action Matrix... 所以它的那個... 二階微分的... 舉證... 它要滿足... 這三個... 相量型... 相程... 要等於零... 那... 數據上可以告訴我們... 這些集合裡面... 其中... 包含了... 它的...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出來... 用它... 同樣的形式... 我們可以用... ItemLactor... 跟... ItemValue... 來表示... 那... 它們... 彼此是... 如果是... 對稱... 那它就... 彼此會是... 正交... 那... 這是剛剛... 剛才是... 一階導數... 跟二階導數... 那... Delta... GK... 就等於... 前一個... 後一個... 規定前... 前一個規定... 好... 公司再進去... 我們就可以... 得到... Delta...GK... 等於... A...Delta...SK... 然後... 剛剛前面... 我們又有定義... Delta...SK... 等於... Alpha...K...P...K... 這些... 這些... 根本上... 如果... 你沒看出... 根本上... 都不重要... 這些數學推導... 都...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 要看... 它的結果... 那... 把前面的... 這些推導公式... 這樣... 意思... 疊代出來... 我們可以得到... Galala...G...K... 乘上...P...J... 那... 這邊的... K... 跟... J... 是... 不同的... 它要等於... 到此... 有沒有等於... 有沒有問題... 那...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用它來... 推... 剛剛的公司... 那... 因為... 剛剛這... 等於... 所以... 兩個是... 正交的... 這是... 所以... 現在... 我們在算... G... 一開始定義的時候... 它的... 設置...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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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第一用... 好像... 第五章... 我們在做... 那個... 正交化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 原本的... 項量... 去取... 它的... 這個... 彼此... 一組... 是... 互相... 正交的... 效量... 第五章... 叫什麼... 什麼... Wash... Mint... Orthicallization... 用類似的方法... 去疊代... 我們就可以... 去... 去... 算... 類似... 像這樣的公式... 如果你忘記了... 就回去看一下... 第五章... Wash...Mint... Orthicallization... 它這邊的... 這個... data-k... 可以用三種方法... 去... 定義... 實際上面... 我們在應用的... 例子上面... 如果以... 二階的... 二次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到... 這個... 一開始... 我們會用... spiff descent... 初始的方向... 等於... 歸點的反方向... 然後... 用剛剛講的... 這個... alonged line... 去算... 這個... sava-k... 這裡... 我剛剛有說... 它的計算比較繁複... 你可以看到... 這裡也要計算... 它的... action matrix... 它只是... 不用算... 那個inverse而已... 然後... 這算出來之後... 由剛剛的... 那個公式... 我有... 那個... G0... 然後... 那個... β0... 可以用... 剛剛這個公式... 來算... 那... 前一個... 我們剛剛那個p... 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 下一個... p1... 等於多少... 知道p1... 等於多少... 之後... 我就可以用... 那個... g... 去算... 去算... s... 舊的... s... 新的... s... 舊的... 減掉... alpha... g... 去算... alpha...pk... 那...pk... 就等於... 腹... 腹... 一樣的道理... 等於... 來... 大家... follow... 太快了... 會... 有點困難... 最後就是用這個算... 回到這個公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ntract gradient... 基本上... 它是基於... 二階倒數的b徑... 但是它用了... 一階b徑的方法來算... 這... 基本上... 它整個演算法是... 這... 五條... 那如果... 算出來結果是... 發散... 得到了... 這個... 最後的那個... performance index... 是發散的... 就是那個函數... 是發散的... 我們就回到第二步... 再調整... 這個alpha... 可以把它調小... 就剛剛回到那個問題... alpha... 其實是越來越小的... 調小... 然後... 做了... 幾步之後... 它就可以找到了... 那... 如果我們同樣去做... 這個... 二次函數...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剛剛一模一樣... 剛剛那個... 二元二次方式是... 改用... conjugate gradient... design的方式... conjugate... design... conjugate... design的方式來做... 一樣簡單... 這... 昨天沒有時間... 再寫... 寫程式了... 這邊就... 就沒有程式的範例... 你可以看到... 它計算其實... 是比較繁複的... 不過... 它的... 收斂的速度... 會比... steep... design 要快... 你可以看... 最後... 這張... 投影片... 我發現... 那個... 原書的投影片... 這張... 漏掉... 所以... 我把它... 補上來... 這是... 那種... 剛剛... 就是... Longer Line... 每次去調整... 那個... alpha值... 它每次會增交... 它收斂了... 那... 如果固定的話... 它就是這樣... 如果... 那個...alpha... 是... 從頭到尾就是固定... 如果... 那個...alpha... 沒有超過... 那個... 剛剛有一個公式... 有沒有... 2分之... 0... max... 沒有超過... 那個... 最大的...alpha... 它是會收斂的... 但是... 如果...alpha... 正固定的話... 它就是... 一直...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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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最後... 逼近... 如果你...alpha... 是... 對...alpha... 為分... 它每次... 每次... 正交... 它每次... 正交... 正交... 那... 你可以看到... Country Credits... 它... 花... 在這裡... 因為... 它也是... 二階的函數... 所以... 它花了兩次... 就找到答案... 但... 它... 在這個... case... 裡面... 它... 沒有... OK... 沒有問題... 今天... 第九章的部分... 這個... 所以... 它... 主要是... 加... 就是... 對... 它... 這個... 精神... 就是... 主要就是這個... 主要就是這個... 那... 它... 在算的那個... 光色... 還是... 沿用那個... speed descent的方式... 那... 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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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用二階的... 設定... 它... 是用二階函數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它... 其實... 有在算那個... action matrix... OK... OK... 那... 這張... 基本精神... 如果... 這些數學... 你都沒有辦法... 很... easy... 的... 就... 記得... 這張的精神...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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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了... 整張要講的東西... 這... 這就是... 現在... 原來... scd... 最原始的版本... 公式... 其實一模一樣... 只有這個... gk... 這邊...gk... 是... 方程式... 對... 變... 就是說... 因變... 因變數... 對... 自變數的一個... 微分... 現在的版本... 就是... ros function... 對... 位置的微分... 把這類型... x... k加1... 變成... wk加1... wk-alpha-k... 然後... 除以... 那個... w的... gradient... 這是現在的... stochastic gradient sent的版本... 那... Newton的Mass... 現在... 在dub training... 主流上面... 比較少在用... 一些... 學術研究... 還是有在... 應用... 不過一般... 當分... 如果上一頁應用來講... 很少人會去... 真正... 除了我們在念書... 會去研究這些... 最基礎的演算法... 那... 一般上一頁應用... 都是直接來用... 那... 我為什麼會講說... 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很重要... 好... 我舉一個例子... 好... 這是... 我最近在... 在做的一些東西... 這張圖了... 好... 那他... 這張在圖... 什麼方法... 那... 這... 基本上是... RegionNet... 跟... RegionNet... 它的變體... 總共裡面有... 三種模型... 那... 三種模型... 不同的... 乘數... 那... 後面那個... 第一個數字... 就代表它的... 累的乘數... 然後... 這裡面的... DRN... 是... 那個... 用了所謂的... 所謂的... Dilactic Convolution... 空洞... 大附翻成... 空洞軒機... 一般我們的軒機... 都是實心的... 那... 這所謂的... Dilactic Convolution... 空洞軒機... 它是... 會闊的... 中間是空洞... Dilactic Convolution... Dilactic Convolution... 那... 這個... 可以做出一些... 不一樣的效果... 那... 後面這個... 最後的一個數字... 你會看到... 05 跟09... 都代表不同的... Lending Rate 的地形... 有時候你去調... model 演算法... 可能... 效果還沒有... Lending Rate 啦...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這張圖可能... 你有放大... 看不太出了... 這是... 這是放大之後... 你看一下... 這個紙... 來看一下... 這... 紫色的... Resnet 34... Lending Rate... Design 05...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每一次... 它的那個... Loss Function... 變大了... 我就把... Rending Rate 減半... 一個很簡單的... 那個... 規則... 那... 09... 就是原本的... 0.9... 那... 你可以看到... 0.5的都很差... 而且... 非常非常的低... 你看... 勝利組的都在這裡... 5的都是... 都是... Loser... 所以... Rending Rate... 其實在整個... 模型訓練... 具有非常重要的... 角色... 你... 射不好... 你... 可能要從... Model... 寸出來... 結果... 也不見得... 自己強... 那... 這些... 現在都不是... 我在用的... 這是之前在... 實驗... 那個... 模型... 這個... 這個時代... 是給你看看說... 這個... Rending Rate... 這個其實... 是在整個... 這個模型訓練... 佔非常... Key的... 角色... 所以... 有時候... 你... 了解這些... Basic演算法... 你遇到問題了... 你會... 可以去... 看說... 欸... 這部分...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會... 橫桌單位是什麼? 橫的... 就是... EPOC... 對... 你也沒跑一個... 英國叫... EPOC... 美國英叫... APOC... 這... 就... 整個... dataset... 跑一次... 來回一次... 叫... 然後... 這個就是... 現在做的模型... 基本上都是... 在這上面... 99... 編輯...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所以... 這張呢... 這關於... 這... 熱音樂的東西... 他其實... 是很有學問的... 好... 需要好好的研究... 請說... 我個人... 比較好奇說... 但... 這個部分很重要... 然後... 我自己也會想要... 那... 我們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他的... 那個... 就是... 或者說... Loss的那個... Surface... 那... 我們學這些方法... 通常都只能分析到局部... 然後... 實際... 我們... 試Rain Rate... 也不可能從... Igon Value... 什麼最大執鑑看... 因為根本求不出那個... 解不出那個... 矩陣來... 所以... 好像... 基本的這個動作... 用上... 這麼多參數網路... 好像都... 都只能做實驗... 然後... 用不上去... 完全... 他有可能大部分情況下... 都用不上... 那... 我覺得他的幫助說... 當你...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感覺... 猜出來說哪裡出了問題... 你會... 就是說... 你可能因為... 對照裡面有一些... 涉獵... 所以... 你會猜出來說... 這度分應該是... 路口之一... 那你就試著去改變... 這邊的一些方法... 比如說... 我現在Len Rate... 也不是用... 這麼簡單的去... 比如說... 我覺得例子... 很多... 這方面的書... 或是... 教學... 都跟你講... 比如說... 就沒跑50... 100次... 就... 原本Len Rate... 乘以一線01... 那... 從剛剛的例子... 他還是可以收斂... 他可以... 只要那個... α... 不要超過... 那個... 最大值... 那... 分之二... 的最大值... 基本上他一定... 保證可以收斂... 但是他可能... 要收斂不太久... 所以... 你如果知道這些演算法... 你可以讓... 這個... 要做的事情更快... 達到目的... 比如說... 你知道說... 他中間的一些行為... 當然你可以... 透過... Bitualization... 去看一些... 因為有些Data... 看數字沒有感覺... 然後我就請... 請人家把這個... 另外一個同事把這個作成圖... 就可以很容易... 可以看到一些... 之間的差別... 那你說... 都看一些數字的資料... 比較不明顯...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可以去... 看說... 欸... 這樣的結果... 跑出來... 那... 好不好... 做為改進的參考... 比如說... 我們現在用的方法... 其實就沒有... 剛剛講那麼單純... 這麼簡單的規則... 就... load function變大了... 就乘以... 原本的一個小數... 或是剛剛更早講... 很多... 外面... 字式的解法... 就是... 跑了50... 100次...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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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這樣... 就... 原本的十分之一... 我們就用一些... 比較... advance的方法... 讓它... 可以... 更快的收斂... 那理論上... 如果... 比如說... 這個... 全新是... 可以學起來了... 他... 我們假設... 全部都可以... over-fitting好了... 他全部... 最終... 他的那個... learning到... 那個... 絕對都是... 基本上都... 快接近一樣... 那只是說... 學得快... 你的演算法... 你的模型... 你要學得快... 學得慢一點... 比如說... 你... 大概是... 一百五十次... 你也可以... 跑個五百次... 那最後... 可能... 大家都... 這樣... 如果... 他沒有... underfit... underfit... 就是學... 學不太起來... 那他的... accuracy一定低... 如果... 他... 全部都是... overfit... 大家都學得起來... 那他的... 準確率... 一定... 到到... 一個... 很高的... 大家都一樣... 他們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 今天這部份... 就到這裡... 好... 謝謝...